哈囉大家好 我是Maz 黃標事件部第八集 今天來講講瑞士二戰和美國的空域之爭 有沒有 這開頭夠井而有利了吧 當初開這系列是真的因為黃標的事情感到很挫敗 檢查標準沒有一定 而且人工檢查的過程拉得超長 最近好像情勢有舒緩一點 有可能是仰賴大家按喜歡和點開影片 來判定這人不是什麼極端分子之類的 然後如果大家有真的跑到小兒自助平台Patreon 一直想給看了漏漏等的英文 還沒有放棄斗內的各位一點回饋 現在和XXY共同組織的Podcast節目也上線了 我想藉此在線上回答各位有趣的發問 所以有施捨摳摳的朋友 別忘記可以去看我在那的po文 算是專屬福利啦 沒奶沒腿就是了 別想太多 好的 現在讓我們進入至尊大對決 來聊大家最好奇的國度 瑞士在二戰又幹了什麼傻事 其實要打中立國這張牌應該是聰明到爆才對 瑞哥在二戰被強大的速皮包圍 三遍採光都被阿西遮擋 而南部還有烤披薩的火爐 戰事爆發後他們收留了許多難民 還有從軸心國逃出的盟軍戰俘 雖然說我不選邊站 但其實也偷偷收留英美受損飛不回去的轟炸機組員 滿大一部分是由於1929年制定的日內瓦公約 第二條一連串有關人道對待戰俘的問題 他們得妥善照顧各國自願或非自願入境的外國人 直到戰事結束 自己國內制定出來的準則總得遵守一下 瑞哥政府由在達福斯山嶺上建立收容所給盟軍軍官 那裡就比較偏向五星級的度假山莊 因為還有一處就真的是去扶勞役的傳統戰俘營 多半官有如果試圖要逃出瑞士國界的外國士兵 大多是盟軍被擊落的飛行員 當然還有一部分是來自東歐的波蘭、蘇聯 甚至連敵陣營的德國和義大利都有 真的很難想像監視器畫面會看到什麼情況 幻想著他們在午餐放風時間偷偷幹家之類的 我們之前二戰課本沒交的事 極有和各位介紹過 瑞士的中立信 可不是空寒的口號 1939年歐洲還在姑息主義之時 就已經動員其軍力準備一戰 今日主餐空域的部分可謂名副其實的no-fly zone 論瑞哥二戰時的空軍 德軍如情波蘭三日前 他們只有96架戰機和121架偵察機 某些數據甚至指出 整個國家只有8具防空探照燈而已 瑞哥為了捍衛領空有向德國購買梅社斯密特BF-109 法國方面則是買下莫拉娜索尼艾406戰鬥機的生產權 74架原型機都有的敢在淪陷前交貨 山壁洞穴的停機坪和雷達預警、防空系統皆有幫空軍撐腰 一切都有點在趕進度 因為瑞士空軍也是於1936年才正式從陸軍分支出來的 1940年西線戰場開打之時 瑞士國產力量即有升空打下11架德軍戰機 國防戰機有3架犧牲 一次警告德空軍別隨便略界來亂 德國則是反擊說 如果你這彼屎大的國家敢在升空攔截的話 我們不排除以經濟制裁甚至強行入侵來揮進 但是這德軍心中最痛的一塊馬上被另一件事給蓋過了 除了沒過多久 盟軍大批轟炸機集結成了新難題 某些從德國折返的英美轟炸機 會將瑞士領空視為三不管的安全地帶 時間到了1943年也是差不多在這時候 瑞士也有了自己的飛機製造公司 他們現在升空不是去打德棍而是向盟軍戰機打招呼 這招呼打得很痛啊 比較像我們玩大風在收過路費的橋段 1943年7月12號至13號晚間 兩架英國老轟炸機被瑞士西南部的防空炮陣地擊落 為第一次盟軍識別的紀錄 美國老白天則是在德國南部的巴伐利亞和奧地利一代執勤 第一次捅到蜂窩是在1943年10月1號 一架美軍B24解放者被瑞哥的BF-1O9擊落 7到10名組員的轟炸機只有3人能成功生還 1943年整年度瑞哥總計攔截並擊落6架盟軍轟炸機 另外4架則是被地面防空炮打掉的 造成36名飛行員寶貴的性命葬送於這 說好不打我這國度 聽到這裡應該也不難想像 為何有些戰俘會想逃出國界了吧 瑞士風情美歸美但誰也沒想到是被莫名打下來去觀光的 美軍到後期也開始不小心把炸彈丟到瑞士國土 兩國摩擦日以滋生 這樣做真的最後還是百姓無辜遭殃 為數不少的轟炸事件官方是說不是故意的 但少數史學家眉頭都還沒皺完 就心想這案件並不單純 不一定是小心眼覺得你打嚇我的人 而是美方高層看不慣瑞士利益兩邊均沾的狗樣 特別是瑞士銀行所幹的壞勾當 通往德國的人力物資不及鐵路也依然放行 美軍再三警告最好要切斷這樣的關係 最慘烈的行動在1944年4月1號展開 15架美軍B-24轟炸機陣隊脫軌飛越沙夫豪森 離原先預定目標偏離了235公里 二戰轟炸是出名的不准 但真的也不至於差到台北之雲林那樣遠 像瑞士小鎮投出60噸重的炸藥 建築物無一倖免 釀成270人受傷40人死亡之悲劇 這大概是傷亡最慘的一次大空襲 因為當時瑞士居民很習慣看盟軍戰績飛過 赤裸裸你在馬路上逛大街 根本沒有要躲防空洞的意思 盟軍事後報告寫的像打高爾夫沒進洞一樣簡單 說那天視線不佳天氣不好 還有一陣怪風把他們帶偏的 月底美國政府付了400萬美金作為這次霧頭的賠償 現在市值約是5000萬美金的Sorry 還是沒有讓兩國握手言和 甚至幾個月後雙方戰績又發生空戰 另外一場事件發生在1944年4月28號至29號晚間 德軍BF-110G夜間轟炸機 和英國Lancaster縱轟玩你追我跑到了瑞哥老家 德軍戰機引擎顯示出了問題得迫降在瑞士機場 這架飛機當時裝載有像曬一架的雷達 和我們之前有介紹過的機身傾斜式機槍塔 德國空軍擔心瑞士會竊取此技術 因為當時國際法規定是可以把投降的滴機拿去玩耍的 於是他們與瑞哥政府偷偷協議 在德軍飛行員的監督下 這新版戰機被燒成灰燼 阿希並加碼賣出他們12架全新BF-1109G6型Gustav 滿有趣的是 由於戰事到後期盟軍不間斷的轟炸 導致德國精品出現眾多瑕疵 在瑞哥打科宿不斷騷擾之下 最終連第三帝國也屈服了 只算他們六架的錢就好 很快的他們即成為瑞士 拿去對付美軍的新玩具 1944年9月5號 一架受傷的美軍空中堡壘B-17 飛躍瑞士國界並遭遇攔截 還好這塊空中肥肉 由美軍P-51野馬式戰鬥機護航 野馬咬掉了一架瑞士BF-109 殺死其駕駛並折損另外一架 這大概也是在中立國上空狗鬥的最後一齣戲碼 因為他剛好也是整場二戰期間最後陣亡的瑞士飛行員 後續到了1945年還有更多轟炸事件 2月20號美軍分別炸了瑞士境內13處不同城鎮 最後統計造成21人死亡 事後調查也都被歸類為你們猜到了意外事件 1945年5月3號 六架B-24轟炸機再次脫隊 把蘇黎士誤認為德國的弗萊堡 不停歇在此同時巴塞爾也被位有12.5噸的高爆彈 和5噸燃燒彈點綴 兩國的變扭代價之高 1949年美國政府事後賠償瑞哥1400多萬美金 約是現今兩億多之天價 瑞士同時也蒐集到眾多美軍轟炸機 像是剛剛前面提到的 各國都有可能到此一遊緊急迫降 被德軍防空炮打殘或出現機械性故障的飛機都能來 他們會被瑞士戰鬥機護航至地面機場 然後組員即會被送往收容所 所以到戰後瑞士真的湊齊了各國以及各式飛行載具 最後總計有198架非瑞士級飛機借宿 和另外56架已墜毀收場 是誤會還是報復 美軍總計在二戰期間對瑞士國土而執行了70多次的轟炸 很多瑞士居民天真底將屋頂氣上大大的國旗圖案 重點是很多美軍轟炸機組員事後訪問說 對啊 我們是有在德國看到紅荒白十字的符號 顯然如果你要考他們瑞士的國旗長什麼樣子的答案呼之欲出了 這大概就是瑞士空域和美軍鬥別扭的簡單介紹 最後可以丟出一個後續狀況作解 物質蘇黎士的美軍飛行員 因為違反戰爭條款 在1945年6月1號有接受審判 後來當然都是無罪釋放 不然應該是蠻大的新聞 有意思的是這也是二戰唯一因為炸到中立國而送軍閥的案件 不管有意還是無意 當時的轟炸技術如果遺起移除問題就得全憑肉眼判斷 像是德國西南角的康斯坦茲 由於警鈴瑞士邊境所以他們晚上會故意開燈 導致轟炸機組員從上方俯瞰真得難分辨國土界限 生怕炸到鄰居瑞士民房 所以此處的工業區幾乎在二戰中完整保留了下來 所以美軍也不全然都是那麼壞心眼啦 然後打完今天的文稿 還是覺得大國角力的犧牲品總是拼命百姓 然後如果美軍是戰敗國 今天介紹的物極事件肯定沒那麼容易花錢消災了 如果晚上沒事的話 歡迎加入YouTube不定時的直播 還有與XXY新開的網路Podcast節目終於上線了 可以上First Story或Spotify App搜尋What a Max 想知道我私底下的樣子或冰箱到底有什麼 就快進來聊天吧 你也可以選擇每個月一杯星巴克的方案 去看看等一下會出現你的Patreon贊助平台連結 支持我這一人團隊 還有一個沒奶沒腿的地方叫IG 也歡迎大家去追蹤一下 裡面會有無聊的劝勢警語和影片摸花絮 數據顯示還有52.3%的觀眾朋友 看了影片還未訂閱 如果不想要被YouTube演算法機器綁住的話 先來決定權在你自己手上 訂閱一下選擇自己想看的內容 別忘記可以開下面的小鈴鐺 這樣我新影片的話大家就會同步被通知煩死 所以後面大概先到這邊 掰掰 elevate 結束 按個字幕 içinde 記錄 在爪石